各国领导人抽烟,奥巴马像吃棒棒糖,他却为了纪念老战友戒烟23年,丘吉尔抽烟,斯大林抽烟,奥巴马抽烟,就像吃棒棒糖一样。 罗斯福抽烟,毛泽东抽烟,戴高勒抽烟,戴高勒将军在1947年以前每天要抽掉三包香烟,然而在1947年11月28日为了纪念市市的老战友勒克莱将军,宣布从此戒烟,直到他再没有抽过烟,整整禁烟23年,各国领导人抽烟,奥巴马像吃棒棒糖,他却为了纪念老战友戒烟23年, 不知道你们怎么看。